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黎葉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使照 你還記得嗎 前幾年不是房市很熱絡嗎 有不少人都進場買房子了 建商也蓋了不少的房子 現在新建案完工之後就要申請使照啦 今年1到10月住宅使照 創15年同期新高 甚至差3件就超過2008年的史上第三高 內政部統計今年1至10月使照核准件數 95463件 已連5年成長 更創15年同期新高 只差3件就超過2008年 95466件數的史上第三高 顯示今年以來有大量新塵屋落成 新屋市場供給強勁 6度中以台中市16887件居灌 其次是新北桃園 台北市新屋供給最弱 僅4448件居末 新屋供給強勁造成史照量大增 對於這樣的現象 專家也給出了分析 一起來聽全球居不動產情報室總監 陳秉承的說明 史照的數據的表現 應該是在於說在2021年之前 有一波的這個房式熱潮 所以其實建商他們在 新案上面必須要去做推行 而去申請一些史照來去做交易 那這個狀況當然比較是反應之前的熱礦 那現金的狀況可能比較反映在像是建造 或是開工數量走緩 這些情況比較是反映出 目前建商他們有在這個 延遲推案的腳步上面的狀況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可以看得出來 像是這個史照上面申請量體 比較大的一些縣市 像台中、新北 其實他們都有比較大的這個 重劃區的土地 他們可以去做利用 再加上說其實他們本來也是 屬於一些房式的熱區 因此我們可能看到一些 這個史照量體比較大 都並不意外 而且他們其實也有蠻多 這種多戶數的這個產品 也就是說大案去做推出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上 都會反映出來這個量體 那相較之下台北市 因為在整個樹地上面比較沒有多 所以它可能就會是 比較淨陪莫住的狀況 那整體來說 這個量體上面的增幅性 還是反映之前的熱潮 那可能可以觀察的是 明年的情況上面 或許在這個建造的申請 或者是說開工量上面 可能就有戲劇性的成長 因為其實建商會有一些 像是不特不推的壓力 或者是說真的是看好 明年有一些利空出境的這個狀況 而去做一些推案 來去反映一些買氣上面的需求 這些可能就會是明年的 觀察的重點 看房市關鍵報報 可以了解現在的房市情況如何 買房賣房的新聞還有資訊 我們都會幫您整理 所以現在就趕快按下面的訂閱按鈕 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